大家知道有品酒师嘛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有品水师吗 是真的 就是像品酒一样 它是品水的啦 那全世界只有台湾跟德国有 那这品水师是做什么呢 它就是要品这个水的这个纯净度 而且呢 跟这个好酒啊 要看年份一样 好的水 是可以卖到上千块美金的 这有过过分的啦 因为全世界有数十亿的人口 是真的是喝水都喝不上的 那根据调查 全球有一半的人口 每年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 它是面临高水资源的压力的 好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我们台湾 有没有这个水的问题呢 好 那我们今天既然要谈水嘛 那我们就要找一个对水很懂的人啊 我们找了一个我们认为在全国对水最懂的人 就是我们经济部水利署的赖建信赖署长 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署长今天找你来 那我觉得我们先就马上就切入好了啦 就是说我说实在的 每次台湾大家在抱怨说我们在缺水 我实在是想不通 我说我们台湾下雨下这么多怎么会缺水 那其他那种像什么沙烏利阿拉伯 那种沙漠国家怎么办 所以我们台湾到底有没有缺水 基本上这几年确实 缺水的问题引起国人的关注 因为即便是你刚刚讲的台湾会下很多雨 教科书上面讲说一年有2500毫米的这个雨量 但是我们曾经有将近快三年的时间 没有台风进来 所以过去的常态 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变成不再像常态一样的常态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产生了一些对水 有点缺乏的感觉 但是最近常常大家问我说 为什么三月四月水库的时候会一直掉 但事实上以台湾的状况而言 在这个时候水库的水会自然就是下降 因为它是我们的苦水期 那科学家也跟我们讲 那未来这个高温的日期可能会很长 也许台湾也就是没有冬天了 雨都可能就不再是经常性的下雨 像是基隆的地方 在这个前年的时候 就是基隆就因为我们有下雨的问题 产生用水溃乏的一个状况 连基隆都缺水了 雨都基隆都缺水了 所以说我可以这样讲吗 说台湾缺水其实最重要原因 还是气候变迁 还有其他原因吗 还有一个是我们本身的环境 我们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超过了100多座 在我们这么小的这个岛屿里面 一滴水下到御山 它很快的就流出去 比如说我们在中国 在美国地区 我们可以做水利的人可以预测说 这一场雨也许过几天 洪水的高峰就要通过我们城镇 我们要赶快去进行黄洪的工作 在台湾不是 它一下下来今天就要反应了 因为它是短短的 不到一天里面 它就从最高的这个水源头 高山流到海里面 所以因为这个因素 所以我们的河川又很短 那我们的地形又很陡 所以一下来的这个寝盆大雨 我们接不了多少水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状况 我始终认为 世界各国地区的这个民众 他都会依照他的生活的环境 去找他 他世上的这个相处的方式 好 那我们再进一步 怎么样在台湾 更聪明的处理这个水资源之前 我们先来给问大家几个问题 看大家对这个水资源的 这个基础知识好不好 那第一个问题 准备好 第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最大的供水源是什么 A是河川水 B是水库水 C是地下水 给你三秒回答 三秒二秒一秒 来署长告诉大家 来答案是什么 第一个是河川 河川水 对 河川水占最多 那比例是多少 超过四成 超过四成 那第二名是什么 第二名是地下水 然后水库 我们大家觉得水库 反而是最后第三名 对 像东部地区 几乎都是使用河川 或是地下水 OK 我们来看看第二题 第二题是 谁用水最多呢 是A民生用水 B农业用水 还是C工业用水 一样给大家三秒回答 三秒两秒一秒 答案是什么 来 署长告诉大家 农业用的比较多 是农业最多啊 对 超过七成的比例 七成啊 对 那我以前都怪罪台积电了吗 我都怪错了吗 OK好 那有这些基础知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谈一谈 好那我们台湾的水资源 你觉得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先讲一下 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一般里面 印象觉得科技业用最多水啊 比如说像台积电啊 用很多水 很多人会抱怨啊 好像我们全民一起在补贴 他用水这样子 你觉得我们 这些人这些抱怨 有没有道理 那这些是传统的思维上面来讲说 好吧 我现在只有一杯水 那有一个人来新设厂的话 那毕竟会抢到我的水 那事实上我刚刚讲的 我们水的一个使用 不管是在时间跟空间 跟我们的环境的因素 我们水龙头打开了每一滴的水 几乎是留了100公里 才到我们家的这个水龙头 但是我们过去水龙头洗手之后 或是冲测或是漱口之后的水 几乎都是流 使用过一次都流到大海 但是现在台积电 跟我所谓的半导体先进的制程 在台湾持续的建厂 我们要求他要使用再生水 而现在他们也自己commute 因为他们觉得说 他在全球commute 到2030他要使用这个再生水 在全球的部分布局 要百分之六十 那我们台湾的法规 我们今年规定说 索尔新生的这个工业大用水户 他必须要使用超过一半以上的再生水 当他使用这些的再生水的时候 他就不会跟初次使用的农业的用水 或是民生的用水 产生了排挤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美国我们常常看到 我们就会用地下水 那我觉得在台湾好像也会用 可是我老实说 地下水抽很多 马上连结的就是地层下陷这个问题 所以吹水的时候 用地下水这个观念到底正不正确 基本上所有的资源 它是在使用一定的额度里面 所以你不要非常的极端 完全不用或是完全用 我们把台湾地区 我们做地下水的分区 屏东平原是一个最大的地下水分区 所以我们设了很多观测井 当我们去做这些临时的抗旱水井的时候 我们设了管理值 当它高于地下水会高于这个管理值 表示说我们这样使用它 我们还不要无握力 但是假设它的斜率是往下的 而我们预估持续的使用 在未来可能会低于这个管理值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 那这个工作 我们全国不断的24小时 一天24小时 一年365天持续的在做 我们发现地下水会的变化 它是一个有波动性的变化 在雨季的时候它会上升 所以我说地下水的使用 是要明智的使用 但是你刚刚讲的 缺水的时候能不能用 因为它缺水 已经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 或是说我们生命中 很重要的元素 人可以一天没有电 但是人一天没有喝水 对我们健康就产生危害 这时候权衡之下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事 所以不是不能用 但是不要用过头 那用的时候也要小心地 观察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大家要 仔细地观察这样子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常常 马上一讲到缺水的时候 大家想水库淤积的问题 我们水库淤积的问题 是不是特别严重 我们当时60年前 盖了石门水库 那美国人用它的技术 来盖这个水库 所以它当时的设想 因为美国土壤充实 就是雨 受到这个土壤 对于这个雨产生的 这个充实的问题 不像台湾这么严重 所以他们没有考虑到 这个状况 所以他们就把取水的位置 然后就放得比较低一点 可是因为台湾自然而然 整个看到我们台湾下雨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个滚滚黄流 不是氢流 因为这里面都是小型的 非常小的particle 那这些particle 累积起来沉淀了之后 就会变成库冲减少 所以我们台湾的水库 应该怎么盖比较好 我们台湾水库有一个方式 不要盖在主要的河川 主要的河川的旁边一个凹地 当它盖在一个凹地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河川的水 太左的时候不要去取 这样子它就不会淤积 在我们的水库里面 所以这个专有的名词 就是我们讲说 离草式的水库 OK 这是一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的话 我们现在全国 北中南中药的水库 我们就盖了所谓的防御隧道 所谓防御隧道 是等到这个大雨来的时候 滚滚的洪流 把土砂带进来水库的时候 我在底下开个洞 就是隧道 扎门打开 让这一些非常浓度高的 寒沙水流流出去 不要停留在水库 OK 跟那些拜拜 所以说就是比如说像这样 泥沙积在下面 我们在下面开个隧道 把它从这边流出去 所以这个泥沙的部分 就流出去了 清水就留在上面 这样子 对啊 这不错啊 所以我们都有在做了 现在这些都在做了 OK 像我讲的石门水库 60年前美国掩盖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 那我们去年完工的 所谓的阿姆平防御隧道 它两个小时里面 就可以把20万立方的土沙 排出去 而且 不用花一毛钱 用自然的力量 让它排出去 然后 传统我们要把 这个20万立方的 这个土沙 搬出去水库 对啊 要抽的啦 要挖的啦 然后还要这个 大卡车运出去啊 那花的成本多少 超过1.6亿 所以我们用自然的力量 让它 这很聪明啊 这真的很聪明啊 那我们最近啊 开放民众去 去走那一段隧道 他就知道说 这条隧道 将来是要给泥沙走的 那大家走到 这个进去的时候 他会理解说 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 主长你提到说 台湾发展海淡水 这个idea 我必须要讲 这个东西有点反直觉 因为我就 我们雨水就很多 我们为什么要发展 海淡水呢 多谷的水源的话 我们面对 气候的变迁 就会有更多的 调试能力 但是他们耗 很多人会挑战 海淡水 它是一个用能源 换取资源的方式 因为它会耗会电 但是我认为 我们现在台湾 现在就在 未来的方向 跟我们台湾 身处的环境 夏天在用箭尖峰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水的 很焦虑的 枯水器 但是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有 很强的东北气风 然后我们现在 也发展 离安风电 那这些所谓的 艰队 尖峰的负载 跟相对于夏天 产生很大的差距 我们用这些的电 来去制造水 然后取代我们原本 从水库放下来的水 那我就可以把水 存在这个水库里面 那同时 我也不用去担心于说 不要受制于老天 也下不下雨 那这个事情 现在正在台湾 在实现之中 我们在今年 也就是2024年 即将在新竹跟台南 要盖一个 10万吨基的海水淡化厂 署长 那我们刚讲的 都是缺水嘛 那我们台湾 要不要担心水灾的问题 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我有印象 大淹水 好像都是小时候的事情 连我们团队 这么年轻的 二三十岁都说 好像也都是 小时候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 是不是不用担心 淹水的问题了 气候变迁 会产生两大问题 水太多 水太少 在全世界各国 都是这样子 对台湾来讲 我们的环境 我刚刚讲的 我们河川很急 那我刚好又是在西太平洋 耗发台风 台风的这个区域 然后甚至在 美雨季节的时候 我们有所谓的 短延时强降雨 短延时强降雨 就好像我们的成语 讲的寝盆大雨 一下子下很大 下很大 打到我们的身上都会痛 像这种的状况 事实上不会 它不会挑地方的 我们会认为说 水太多水太少 这两个极端的问题 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 而我们也做好相应的 这个准备 在管理上面 我先说我们要管理 我们不会像说 像大陆型的国家 我们可以很长期的时间 去预测两三天 才会影响到我们的城市 换句话说 在台湾我们必须要 快速的反应 所以我不能等到 这一滴雨下到我们的土地 我们再来做准备 我们要 当雨还没下的时候 我们就用各种不同的情境 来去模拟 最差的状况 可能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要预步 我们的抽水机 要预步起来 然后我们要特别 我们透过我们的科技 包括我们的淹水感测气 包括AI 过去我们说 查报说哪一个地方 有寄淹水 打电话 然后或是要派人去看 现在的话 我们都有 藉由IoT的技术 我们在各个主要城市 我们都 主要的一个地方 我们透过手机 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哪个地方有淹水 那这个状况是 从管理面左手 工程面的话 那当然也是 也是要不能偏废 现在全世界各国 在谈所谓的 工程的治理的方式的话 都有谈到说 自然解放 nature based solution 在美国 他用另外一个term 叫做engineering with nature 其实它都是同样的意思 同样的意思 我们认为解答 就是说 我可以尽量不用 工程的方法 可以用自然的方法 来解决 我尽量用自然的方法 来解决 因为让我们的自然 更生态 包容性的治理 是更好的 但是我原来想说 事实上有一些时候 还是像我们在求医一样 还是要中西合并 所以我们就要讲说 hybrid的方式 有时候 有一些地方 我们用自然的 有一些地方 我们用比较 兼顾的工程的构造物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的河川的复案 我们不会做一个硬邦邦的 一个很大的 所谓的提防出来 或是防洪墙 台北市的市民 常常会被一个高雄的防洪墙 阻碍了它跟水流 之间的链接 也阻碍了它 对跟水之间的想象 但是这个是为了安全 不得不然的一个措施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话 就是说下游 这个比较下面 水流比较湍急的地方 它必须要有比较高的耐充实力 就用混凝土的构造 上方的部分 就尽量利用土方 利用植草 这种方法来 那我们可以去清清水 让我们对水有一点想象 你觉得 那你觉得现在台湾来讲 我们讲到整体 这个水资源的运用 你觉得我们现在最急着 应该要做的是哪些事情 第一个我觉得说 我们的思维要改变 那思维改变要从教育文化着手 就是说它基本上 要对水有一个自然的认知 水可在座亦可负重 水太多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但是水太少 也是会影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那我要讲的就是教育说 当水是这么珍贵 我刚刚讲的 每一滴水都走了一百公里 才到你们家的水龙头的时候 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放过它 你应该多次的使用它 但是基本上我们国人对这个概念 是比较有限的 我曾经在德国跟德国的水利官员讲说 你怎么宣导节约用水 他非常讶异的跟我讲说 这个问题应该是不是问题 就好像生出来我们要孝顺父母一样 所以后来我突然间理解的一点 说必须要从文化生根 那我们再回国的话也讲到荷兰好了 我在荷兰的时候我看了一张照片 他们政府官员拍的照片 我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感觉 就是一个人站在一个落地窗 看了窗外 但是窗外是积大水 水积到那个落地窗几乎半个人高 他是很惬意的在窗内喝咖啡 但是我们台湾人对水不知道怎么样 我们很不想接触到水 所以我们就不停地垫高 我们自己的地方 所以我们做公园的时候 我们也垫高 到处都垫高 到时候下雨来的时候 水往哪边跑 马路就变成 马路就变水路 你觉得我们长期以来 这个观念就是用水的观念 你觉得我们水费太便宜了吗 水费确实是便宜 但是因为水是所有人必须要去使用的 所以当一个水费的一个结构 我们必须要去考虑到 我们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 这个更要审慎一点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在跟民众沟通的时候 我常常在讲说 电不够用 那很多人就会说 那你就少用一点 水不够 那你就少用一点 可是我觉得这个方式 其实是很不好的说服方式 你听了都会很反感 所以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跟民众沟通 我觉得怎么样跟民众沟通 我举一个例子而言的话 我们常常每年过年之后 水库水费开始下降 媒体都会看待说 日月坛的青蛙变成几只 那这个是对于 所谓的我们水库的资讯 会有认知不错 但是我们同时也做一些科普的图卡 去讲日月坛 它的青蛙 它是坐在旁边 另外一个日月坛是抽续的 它一天的这个水位的变化 它可能有超过两米 所以水位不能当作一个基本的指标 所以我认为说沟通的时候 有时候导入一些科学的元素 可能民众基于对知识的了解 那扩散可能更重要一点 那另外我觉得那个困难的方式 我觉得先从反求诸集 有时候我们政府机关 对于所谓的政策的论述 我们会把一些问题 想要讲的专业 来凸显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了解 但是我认为说 应该是把专业的东西 可以讲成白话出来 那民众可能就会更知道一下 苏长我们分享一下国外案例好了 有没有适合我们台湾学的 国外案例适合台湾学 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 每个国家的特殊的方法 但欧洲 我比较配合欧洲的事情 是说欧洲 他们习惯坐下来谈 他们有一个叫 consulting的一个组织 他们也许今天发现一个问题 环境的问题 水的问题 大家先坐下来谈 不管是NPO 或是学术单位 或是社区的人 大家一起坐下来谈 那谈到一个 大家认为说 也许我们 找到问题了 然后大家也同意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了 那我们大家去做 那这个合作的模式 我是觉得这个是不错的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去年去日本 然后去九州 九州 在1978年的时候 遭遇了一个大旱 所以他们盖了很多 盖了一些水库 可想不到过几年 1998年 94年吧 又碰到一个大旱 比那次更严重 本来停水 280天 现在停水超过 将近300天 天啊 你是连续300天啊 对 那不是一整年了吗 快一整年了 所以他们盖了海淡厂 所以他们用很多的水源 九州啊 它整体的整个生活圈 它的用水的量 它或者是用水的规模 大概是我们一个云林线的用水规模 但是他们的九州水库 那以我们 我们的想法 我九州水库 库容量已经那么大了 我就不需要去发展 所谓的再生水 海淡水了 可是他们从过去的经验里面 跟他们讲 他要多余的水源 我们在自己的整体计划里面 我们在设想 当升温超过1.8度C 或是2度C的话 台湾的环境会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在水资源的运用上面 我们希望说各主要的城市 要多股水源 多种水源 多条管线来供应 基本上就是鸡蛋 不能全部压在一篮子里面 对 那个概念嘛 署长 今天我想谈了这么多 有关水资源的这个知识嘛 那最后面 有一句话 如果想观众带回去的话 你希望是哪一句话 我希望 每一滴 我们在家里打开水龙头的水 都走了100公里 才来见你的 我们希望说 我们多次的使用水 然后再洗水资源 真的哦 100公里走很远哦 大家真的要很珍惜哦 那个下次用水的时候 小心点用 好吗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署长 是 然后今天如果对我们 特地看世界 这个访谈性的节目 有任何的想法 或是意见的话 都欢迎留言来告诉我们 好吗 好 谢谢大家 最近这几天 有没有搭上黄头顾列车 在股海飞高高呢 6月2号礼拜天的晚上 回答了执行长三兆男 黄仁勋在台大体育馆 为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发表主题演说 跟大家聊聊 AI生态系的下一步发展 吸引了上千人 贸雨排队入场朝圣 演说一开始没多久 老黄就在荧幕上 秀出了台湾地图 感谢供应链伙伴 上面就点名了台积电 红海广达等43家台湾的供应链 以及台大清大台师大 17所公私立大学 共同推动AI教育跟研究创新 结果被点名的概念股 隔天有不少都吃下了大补丸 有三分之一喷到亮灯涨停 不少网友就开玩笑说 快上车啊 大赞老黄不愧是古海明灯 老黄带你飞 感谢黄头顾 我那时候很忙啊 边打麻将 还要边竖起耳朵 听直播报名牌 而这场演说 也吸引了不少国际媒体报导 我们就来看一看 外媒画了哪些重点吧 大家好我是饭姐妹 欢迎收看饭姐妹的 《才能看世界》 黄仁勋的演说重点 网路上已经很多人整理了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来看看 我们直接来讲国际上怎么说 这一次各界注意到的 第一个焦点就是 踩中国的红线 其实过去一年来 黄仁勋频频访台 这已经是他第五度来台湾 但这一次行程 可以说是频频辱华 演说前 黄仁勋在临江街夜市受访的时候 就用英文回应说 台湾是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台湾位于电子产业的中心 电脑产业的发展 也是因为台湾 因此台湾是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结果立刻在中国社群平台 微博上掀起了热议 中国博主就骂说 灰达这事又是要惹事了吗 但又不敢直接说国家 而是用谐音国家来取代 还有人质疑这是假新闻 不然就是硬拗说 Country不见得是指国家 也可以翻译为政治实体或地区 一个Country各自表述的概念 有网友就呼吁抵制 希望祖国行动起来 制裁灰达显卡 全面封杀灰达显卡 消往中国 但更多的是说 灰达显卡短期内无可取代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忍忍就过去了 还有人注意到 演说中秀出的AI世界地图 台湾跟中国用色块不同 也被认为 这是不是不小心又辱华了呢 过去一些外国企业 把台湾列为国家 都会被中国严正抗议 要求更正错误 但这一次中国媒体倒是异常安静 似乎是暂时惹不起 就当没听到 比方说 澎湃新闻这篇报道 就详细介绍了 辉达的路线图 明年升级晶片 后年推出新一代AI平台 唯独感谢台湾供应链 这一趴不见了 提到媒体 直接被阉割 凤凰网 只用了台湾供应链这张图 轻轻带过 环球网我翻了很久 完全没看到 麻烦大家有看到的话传给我 总之呢 中国媒体超低调 跟不久前 要求两岸一人表态输成 这态度实在差很大 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的标题就写 AI教父不怕踩大路红线 内文就指出 黄仁勋所到之处 都引起民众围观 要求合照及签名 他也展现了亲和力 让现场变成粉丝同乐会 从新闻影片来看 黄仁勋这一次 不仅对台湾发出热情的表白 更用国家来形容台湾被台媒大肆渲染 过去中国是挥达非常重要的市场 占挥达资料中心晶片收入的四分之一 但今年二月公司高层透露 美国的出口限制可能导致来自中国的收入 暴跌到个位数百分比 让中国市场前景越来越不确定 报道指出黄仁勋现在如何寻求出路 又避免踩到中国红线是他要努力克服的挑战 日经亚洲则指出台湾具有完整的供应链 从半导体制造到电源 从热管理系统再到伺服器组装 这对辉达位居产业领先地位的AI晶片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黄在演讲中多次强调了台湾的重要性 福斯财经网花了不少篇幅讲黄仁勋跟台湾的关系 文章指出老黄一再吹捧台湾这个成绩斐然 但却未被充分赏识的国家 黄仁勋一再重复国家 country而不是地区 area或是region这些中性的地理名词 也因此他的言论登上了台湾头条新闻 几乎所有人都赞同他的说法 还提到黄仁勋展示跟辉达合作 共创未来的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时候 有一大片地区没有被绿色的阴影覆盖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再来看大部分外媒聚焦的重点 第二 辉达加快了AI晶片的布局 这边稍微提一下 黄仁勋今年3月18号才在GTC大会上 发表名为Flagwell的新一代图形处理器设计架构 而老黄在这一次的Kino上指出 辉达的更新节奏是一年一次 预计2026年就会推出下一代 Rubin晶片平台 金融时报指出 距离前一个产品的发表才不到三个月 有点令人惊讶 在Blackwell都还没有开始向客户发货的时候 就急着推出下一波产品 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说明 辉达正在努力巩固他们在AI处理器领域的主导地位 挤身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的行列 报道还提到 目前CPU市场由Intel跟AMD主导 但随着AI在资料中心的工作越来越吃重 黄仁勋正试图用AI晶片重塑伺服器的市场 彭博社引述黄仁勋的说法 他把AI的新奇视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希望这项技术能在个人电脑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不过CNBC写了一篇专文说 尽管辉达在AI晶片市场占据主导的地位 但新创公司云端公司跟其他晶片制造商都在加强追改力道 现在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激烈 辉达面临挑战是Google 微软跟亚马逊这种科技巨头 这些大厂都纷纷投入研发自己的AI晶片 黄仁勋去年承认很多强大的竞争对手正在崛起 他也担心辉达失去优势 法国的回声报角度则是主要聚焦在辉达跟超微之间的晶片竞争 报道一开始就说你必须要打戏趁热 这两家公司在台湾拉起了战线 辉达抢先抛出了新一代晶片架构 把AMD董事长苏妈苏兹锋的风头抢走不少 不过苏妈6月3日也立刻宣布反击行动 每年也要推出最新型号的处理器 还有不少媒体聚焦在第三 黄仁勋旋风 福斯财经网指出 老黄在台湾非常受欢迎 打从5月26号抵达台北以来 他一直受到记者群的包围 当他要去跟地表上一些最富有的科技巨头共进晚餐时 老黄跳上的是一辆普通的小黄 而不是豪华的轿车 报道说我们台湾媒体使用摇滚明星等字眼来形容他 经常拿他跟贾伯斯相提并论 黄仁勋很清楚造型的力量 尽管台湾每年这个时候的气温都在摄氏30度 但黄仁勋几乎都穿着他标志性的黑色皮夹克 瑞士通讯社则是报道 黄仁勋在他的家乡小岛上享有盛誉 粉丝们争相拦住他 索取签名跟自拍 他的回答已经成为AI晶片领域的世界领导者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演讲当中 黄仁勋对于台湾的专业知识充满了赞扬 文章还顺带提到 中国对台湾的文工武克 近年两岸关系的恶化 我最后讲一下我的take away 照黄仁勋的说法 AI是决定下一波科技发展的核心 台湾的确在这波浪潮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是台湾的实力 从黄仁勋口中说出来特别有分量 去年5月他曾经说 美国在加大出国管制 中国会自己做晶片 这将对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造成巨大的威胁 美国制裁是把回答手放在后面 这次他对中国市场谈的不多 我的确好奇 中国市场在黄仁勋眼中的重要性 不一样了吗 今天欢迎大家谈谈黄仁勋演讲 你听到什么 留言告诉我 今天特别感谢曲博协助审稿 如果想要更深度了解 今天节目的讨论议题 可以到Line Today国际分类中的 看世界影音下方 就有针对这个议题 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观看哦 请大家多有支持 我们做更棒的内容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拍照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欢迎讨论 特别开世界 听会有精选一则过去话题 让你快速秒懂世界大师 我们联解 我们家的狗平常还算乖啦 但偶尔也有 淋杯杯送的时候 有一次可能是我们出门太久吧 某一只小狗 竟然就跑到床上去尿尿 还待在作案现场一脸 我就是故意的怎样 气死我了 这种事小狗做做就算了 没想到竟然有国家会拿来用 我说的就是北韩啦 上周二开始 北韩陆续施放气球大军 飘越两韩边界 说要报复韩国的脱北者团体 韩国的气球里面 放了传单跟随身碟就算了 北韩这一次居然是装了便便 大家好我是范琪辈 欢迎收看范琪辈的特赖看世界 快速提一下 这个空头战术已经很久了 但以前都是从南往北韩飞 气球下绑个宝特屏 塞进存了KPOP 韩剧的随身碟 以及写北韩迫害人权 金正恩血统有问题的传单 让北韩抓得很烦 但每一次抗议 韩国政府就说 这是民众的言论自由 气球要怎么飘 我们也很难管 直到两韩关系回温之后 文在寅政府在2020年通过了法案 其中一条就是叫大家 不要再放气球搞宣传战了 不过去年9月 被宪法法庭裁定过分限制言论自由 还说北韩民众也有知的权利 所以气球又开始往北飘了 不过这一次 北韩来的气球 一周内就累计约1000颗 不止数量多 而且以前从来没有一天 放上百科的记录 气球有带大包垃圾的 也有刚刚说的臭蛋 后来传出可能是堆肥 但北韩的堆肥什么做的 很难讲 气球飘过来的时候 很多人的手机都跳通知 英文却是用 air ray就是空袭的意思 把外国人吓死了 警局的电话也被打爆 虽然大部分气球掉在边界地区 但也有少数继续往南飘 燃川机场周日就通报 跑道上有气球影响航班 首尔往南约两小时车程的安山 也有车子被掉下来的垃圾砸毁 除此以外 北韩还有别招 隔天开启的电波战术 连续5天干扰韩国的商用GPS 虽然军方设备是没事了 但不少汽车渔船导航系统都受到影响 再隔天又一口气发射了18枚短程弹道飞弹 我们之前提过很多次的灰色作战 但北韩这一次的做法真的很幼稚 政府高层也有不少中二发言 国防省副相就说 我们就是故意要让南边捡垃圾的 金宇正还用韩国之前言论自由那一套回敬 专家指出 这对北韩来说太划算了 没什么成本 还能让韩国媒体大肆报道 达到挑衅的效果 但只是为了一些气球 需要花这么大心思报复吗 当然不是 专家告诉日经亚洲 主意应该是上周一 在首尔举行的中日韩峰会 这是三国2019年之后第一次碰面 因为现在韩国执政党 刚输了4月的国会大选 得用外交活动来转移注意力 日本岸田首相国内的支持度创新低也差不多 而且韩日在贸易跟朝鲜半岛安全上 还是要跟中国合作 中国则因为北韩跟俄罗斯越走越近 美国又努力拉拢日韩开始有了危机感 虽然美日韩同盟不可能打破 但至少大家聊一下不要影响贸易 南京大学学者还告诉华游 中国现在面临台湾问题 朝鲜半岛问题 恶物问题 以及美中科技战 很需要跟日韩两个邻国讨论 把伤害降到最小 不过这一次日韩出席的都是元首 中国派了次一级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要知道习近平统治下了国务院总理 权力比以前人更小 有专家认为 这就代表中国并不期待峰会能讨论出什么 也可能是留面子给北韩 但光是中国去跟日韩开会 北韩就已经不高兴了 有学者就告诉京香新闻 北韩原本想要利用目前的国际情势 成为中俄小圈圈里面的重要成员 对抗美日韩 换取更多的经济军事援助 巩固政权 结果中国不但跟日韩开会 会后的联合宣言竟然重申朝鲜半岛非核化 这不是打北韩的脸吗 于是北韩就批评这是严重的政治挑衅 这可是北韩2015年以来第一次公开批评中国 而且李强前脚刚离开韩国 北韩就发射了万里进一号的军事侦察卫星 只不过半空中爆炸了 只好换成放气球来搏板面 朝鲜日报则指出 韩国跟美国下周要举行核协议集团峰会 这个会议就是要深入讨论 怎么对付北韩的核威胁 11月还有美国大选 北韩也可能为了刷存在感 所以不断的挑衅 但这一次挑衅最危险的其实是干扰GPS 专家告诉韩联社 这一次好险只有车跟船受影响 要是仁川机场的航班起降时出问题 引发空难 几乎就等于宣战了 于是韩国政府昨天宣布 要全面终止2018年签的919协议 这协议是文经会后签的附加协议 基本上就是保持两韩和平 但去年已经被北韩单方面撕毁 韩国宣布终止之后 就能恢复在边境用大喇叭骂金式政权 放KPOP跟新闻 以及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韩国动作这么大 除了尹熙悦政府对北韩的态度本来就强硬 也因为最近北韩跟俄罗斯在军事上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对韩国威胁加大 我们之前提过 北韩卖了不少武器给俄罗斯 俄罗斯也提供了大量的北韩技术支援 中日韩峰会结束之后 试射失败的卫星 就被发现运载火箭推进力比以前大 可以再更重的卫星 火箭的燃料也改用跟SpaceX 俄罗斯火箭一样的柴油 但要研发一款新火箭需要几年的时间 所以这新火箭应该是从俄罗斯买的 北韩跟俄罗斯有武器交流 南韩则是间接成为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国 目前在全球的武器出口 南韩是排名第九 华尔街日报指出 韩战后韩国的常规军备一度落后北韩 80年代才开始强化军事工业 并且持续投入资源 改进制造流程及研发 目前除了武器船舰自己做 还国机国造 攻击直升机 国产战机也由自家企业生产 但欧战争前 韩国的销售重心以国内市场为主 直到这两年欧美武器库存不足 才开始接下大量的外销订单 金融时报说 韩国的武器大多数是基于美国的系统开发 所以西方国家用起来顺手 但最重要的是CP值高快速到货 拿榴弹炮来说好了 德制的虽然比韩制的先进 但交货等要等好几年 韩国几个月就能做好品质也不错 对受俄罗斯威胁的东欧国家来说很有吸引力 至于为什么不直接卖给乌克兰 一方面是韩国不想选边站 一方面是韩国的对外贸易法 禁止直接出口武器到战区 所以由美国下订单间接提供乌克兰援助 这波抢购潮也让韩国政府开始大力协助 国防产业抢国际订单 比方说提供国防工业的公司优惠融资方案 或者是在海外订单量少的时候 换政府来买保持生产线运作 除了武器 未来还打算卖战机 有个外交官就告诉路透社 韩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友 但不属于美国 军备研发制裁权也在自己手上 暗指国防交易不会受到美国左右 对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来说 他们想买战机 但美国的F35军售限制多又贵 韩制的战机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不过也有欧洲国家担心 泰国依赖韩制武器 会不会影响欧洲的国防自主呢 以短期来说 买韩国的武器 或开放韩国政府补贴的企业 到欧洲设厂生产 对恶物战争有帮助 但长远来看 欧洲自己的小公司 未来可能会因为价格战打不过 失去竞争力 我看韩国的国防工业 真的是看到流口水 其实走不对称作战 就是要一大堆很小很精准的武器 这不像潜见 技术层级很高 老外要卖的时候 先不要说外交上很难搞定 就算想卖 还得要担心买方保密做得好不好 不要为了一单生意 把自家独门设计漏出去了 但这些很精准的小东西 我们跟老外买相关技术的时候 毛病就没那么多 而且这一次恶物战争 双方都消耗大量的弹药 需求很大 光靠欧美国家根本不够 如果台湾也能做 why not 我怎么看都是门好生意 欢迎大家来谈谈 你对于台湾发展国防工业的想法 今天特别感谢Adam协助审稿 如果想要更深度的了解 今天节目讨论的议题 可以到Light Today国际分类中 看世界影音下方 就有针对这个议题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观看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官方账号 它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包 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 Today国际栏目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伴随着特别开世界 天文理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堵世界大事 我们联系哥在这周选出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薛恩鲍姆 让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成功连任 不过就在他选上的几个小时之后 就跟女市长桑切斯 当街身中19枪死了 而且出师的不止他一个 在今年选举过程中 至少有22名候选人丧命 这就让国际媒体的焦点 马上就回到 这个墨西哥是怎么回事啊 这几年为什么每次选举 都是史上最血腥的一次选举 明明过去6年 暴力的情况就是越来越严重 这个执政党还能够高票当选 墨西哥人是在想什么呢 你可能觉得墨西哥大毒枭的故事听很多了 没什么稀奇的 但这一次的故事不大一样 过去大家常听到的墨西哥暴力事件 几乎都是帮派因为抢地盘互杀 但最近的墨西哥选举却是冲着政治人物来的 然后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位被枪杀的桑切斯来讲好了 他在2021年上任 成为墨西哥中部小市镇的市长 这个市有多小呢 人口约2万人 跟台北两个里加起来人口差不多 但这么小的市长都可以收到死亡威胁 去年去访隔壁的哈里斯科州的时候 甚至被武装人员持枪挟持 软禁了三天才被放出来 虽然桑切斯一直没有点名是谁做的 但当地的报纸说 他可能是挡到了当地犯罪集团的财路 BBC报道说 桑切斯说他之前被威胁 要把市政安全交给州警察 但他知道这些州警 根本就已经被犯罪集团给买通了 所以就拒绝了 还要求国家军队进驻小镇 这些山猴子不能当大王 就干脆把他干掉 出事的不止他一个 在这一次选战倒数的几小时前 整个墨西哥的暴力指数激增 在首都墨西哥市往南 两小时车成了一座小镇 就有个当地反对派的候选人被强杀 往西北的另一个小镇里面 执政党的市长候选人也是与习住院 其他还有好几个案子 多到我们说不完了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数据 根据官方统计 从去年9月开始竞选以来 已经有20多个公职参选人遇害身亡 一些第三方的单位统计的数字更是高达40人 这是算被杀死的 如果算遭到攻击的则是高达129起 这些攻击事件就让这次出来竞选总统的加维斯批评 执政的国家复兴运动党在过去6年里面 把整个墨西哥管得乱糟糟 数据显示光是执政的头4年半 就发生了16万起以上的凶杀案 比前朝政府还要多 为什么这次的选举暴力这么严重呢 因为一这一次的选举规模史上最大 总共有2万多个地方跟中央党公职 都在上周日进行改选 登记的选民也高达1亿人 像这样很多地方职务一次改选 牵涉到的利益纠葛当然也就更多 第二墨西哥毒枭碎片化 研究墨西哥的学者指出 墨西哥常年的毒品战争 虽然把毒枭老大给抓了 但也导致犯罪组织分裂 让墨西哥的组织犯罪 在这几年从由上而下的组织管理方式 碎片化成不同小帮派 组成的犯罪网络 各个犯罪集团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考量 彼此争夺影响力的情况之下 就导致暴力变得比以前更严重 这次选举暴力事件 其实有一半都集中在 跟很多犯罪集团有复杂纠葛的5个州 因为这些地方的犯罪利益 跟地方的经济政治局势彼此牵动 例如说过去这几年 墨西哥的毒枭不只是贩毒 也开始会透过承接政府标案来赚钱 像是开辟道路之类的 一些地方还有丰富的矿产 也让帮派想要进来分一杯羹 而这些开放啊 治安的这些事 多半是地方政府在管的 就导致这一次的攻击 也多半是针对这些 要竞选市长等行政职务的人 所以大家看到有黑道候选要进来选的时候 真的要警铃大响啊 第三 执政党对于毒枭太宽容 被民众简称为阿姆洛的墨西哥现任总统 罗培兹欧布拉多 他最有名也最具争议的政见 就是用拥抱取代子弹 也就是要用爱来对抗毒枭 但研究墨西哥的学者指出 虽然之前墨西哥政府的毒品战争 也没有让墨西哥变安全 但他们至少会在口头上承诺 自己会怎么样对付这些暴力事件 但阿姆洛的态度让这些毒枭觉得 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也不会怎么样 BBC的拉美编辑就指出 用拥抱取代子弹的重点 是要防止民众投入犯罪组织 让他们有稳定的收入 在阿姆洛上任之后 面对安全问题跟前朝政府一样 是换汤不换药 跟过去一样交给军方去处理 但现在墨西哥面对的犯罪集团 可是已经变成全球化组织 越来越难打击 但这次胜选的宣恩包姆都只是说 会继续靠军队来维持国内安全 似乎也没有想出什么新的做法 尽管如此跟阿姆洛同一党的宣恩包姆 仍然以近六成的支持率高票当选 得票数是这十几年来最高 为什么墨西哥选民还是选择现在执政党呢 很简单 就是觉得反对党太烂了 加上现在执政党很会动员选民 让大家都想要改革继续 我们这边快速帮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当选墨西哥总统的宣恩包姆 是名学者型政治人物 过去主要研究气候变迁 在阿姆勒担任首都墨西哥市市长的时候 当他的环境局长 他后来自己也选上了墨西哥市市长 他这次能够动算 跟阿姆勒大力支持脱不了关系 阿姆勒是墨西哥70年来第一位的左翼总统 当初是靠着自砍六成薪水 卖总统专机 不住总统府等民粹的政见 成功的打派了保守政党 这在墨西哥可不得了 这PRI在1929到2000年间 一口气执政了71年 几乎就是个一党制的国家基础深厚 这阿姆勒能够选赢实在是了不起 阿姆勒在当选之后 积极推动社会福利政策 纽什就说 阿姆勒透过发动第四次变革 彻底重塑了墨西哥政治 让数百万墨西哥人成功脱贫 最低工资翻了一番 很多输入不稳定 一辈子都是家庭逐步帮庸的民众 有了每个月250美元的社福保障 这些人对阿姆勒的感谢 就转换成对于宣包姆的支持 ZN就指出 要不是墨西哥宪法规定 总统只能当一任 阿姆勒再出来选 也很可能会高票当选 因为很多民众更希望 这波改革可以持续下去 就算这一次选举暴力严重到 让六成的民众都觉得自己很不安全 但支持民众反而更相信阿姆勒说的 这些攻击事件都是犯罪集团 跟前朝政府勾结的结果 要继续力挺改革 死终的支持同党的薛恩包姆 但薛恩包姆这个总统 看起来很不好做 他不像阿姆勒有民粹的魅力 很多人就怀疑 他会变成阿姆勒的傀儡 更严重的是阿姆勒靠撒币推动的社福政策 钱已经给他花了差不多了 现在薛恩包姆说要盖学校盖医院 那钱从哪里来呢 另一方面墨西哥最大的压力来自美国 面对毒品问题川普已经放话 要采取军事行动 打击在墨西哥制造的芬太尼 为了反移民 还要把住在美国数百万的墨西哥人驱除回国 我们之前讲过中国靠着墨西哥洗产地的问题 也让川普放话 打算对墨西哥制造中国汽车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这下因为美中脱钩 而获利的墨西哥要怎么接招都还有待观察 其实这次墨西哥大选我最感动的是很多墨西哥参选人 就算面临威胁还是勇敢地站出来参选 一名候选人就告诉BBC 本来参选的是他的好友 但对方突然遭到绑架 最后人是在乱葬缸中被发现的 虽然他也很怕自己再也回不了家 但他相信民主 为了让自己的家乡变得更好 这次还是挺身而出 很多国家的暴力横行 伴随着的是贫穷 太多地方都是穷人穷到 只剩要做黑的才能活下来 到了这地步 就不只是扫除黑帮就可以达到目的 你还要改善经济体质 这是更困难的部分 但在资源有限的国家 就是没办法两个一起做 那怎么办呢 总要有个先后顺序 阿姆路的做法就是先治穷 看起来也是受到民意支持 希望接下来是真的可以做到除暴 台湾也有很多问题 对外有中国 对内有人口老年化 薪资房价司法一大堆啦 但我常问我自己 我的优先顺序是什么 今天我想要大家告诉我 如果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你希望是什么 留言告诉我 今天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最近推出的一个新功能 手机的界面上面 国际栏目下面 你就会看到特立看世界 那像昨天我们是讲了 北韩放气球里面有大便这个新闻 那你如果往下推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看世界看更多 下面就有很多是相关于北韩啦 或是这一次北韩放气球的故事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上号 他就会每一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的国际栏目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带起来看世界 天文理竞选一直的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 你喜欢看 Today看世界吗 理由是什么呢 我整理几个最常见的网友留言 第一我爱范姐 I love you too 第二题目很活泼 第三内容丰富来源可靠 拿出去跟别人讨论也不会落魁 谢谢大家 我们写手说 虽然他们有时候 麦酒脱汤啦 会粗一点小包 不过呢每篇报导 真的都是看了很多外媒分析 帮大家整理的 但如果有一天 这些可靠新闻来源 都是AI写的 内容真假参办 整篇却从记者到内文都还看不出破绽 新闻还会有可信度吗 路透社最近就报导 全美下载排名第一的一款中资新闻APP newsbreak 竟然叫AI写新闻错误百出 这样的新闻你还会想看吗 大家好我是赞织肥 欢迎收看范姐的台北看世界 newsbreak的离谱报导可不少 去年圣诞节 用物一打开APP 就看到纽泽西州某个小镇 发生的枪击案 当地民众身中数枪丧命 还讨论了枪支管制的问题 报导读起来通讯也有记者署名 但当地的警局很快就出来澄清 根本没有枪击案 整篇新闻都是掰的 接着今年一到三月 科罗拉多州一间食物银行也抱怨 newsbreak就报导 他们要发放食物 民众来排队去扑空 害他们被骂爆 到现在都不知道新闻哪来的 newsbreak从2019年开始 在全美App Store下载量 一度就超过了纽识BBC 月用户高达5000万 这么受欢迎的APP 怎么假新闻一堆呢 于是绿透社就去调查 结果发现这个APP有两个争议 第一它是个有中国血统的APP 第二叫AI写新闻还不查证 先来说第一点 newsbreak虽然说自己是加州四人新创 但2015年在美国上架时 是中国的新闻整合网 一点资讯的美国子公司 两间公司的CEO都是郑昭辉 还共用同一个专利演算法 能依照用户的兴趣 跟所在的位置推荐新闻 前董事长是来自跟中共当局有关系的 凤凰新媒体 虽然一点资讯在2019年撤资了 但目前还是有中资投资的北京创投公司 今年才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企业清单 说他们疑似跟解放军合作 另外newsbreak两百名员工当中 约一半的人在中国 尤其是工程师近八成都是贝斯在中国 最近还在中国求职网上 争擅长挖掘用户行为资讯的分析师或工程师 我们之前提过TTOC被美国针对 就是因为担心中国施压 搜集美国用户的数据 以及用短影音洗脑美国人 中原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幕僚就说 newsbreak雇用大量中国工程师就有同样的风险 专家也告诉美国之声 不要说中国政府一间公司的投资人 员工公司地点都会影响公司的决策 会这样怀疑不是过度反应 newsbreak则强调 他们的数据都保存在美国 中国工程师只能接触匿名的用户数据 也不受到中国法规的管束 路德社则强调 目前确实没有发现 APP上的新闻特别偏袒中国 但媒体界最关心的其实是第二点 叫AI写新闻 newsbreak并不是每则新闻都丢给AI 重大全国新闻或国际新闻 通常是用美联社CNN等媒体的授权报导 但APP的最大卖点地方新闻 可能就是地方选举 关注的范围小就能够深入调查平衡报导 对菜鸟记者来说是磨练技巧的好地方 对当地读者来说也是培养民主素养的来源之一 这类小报揭发了不少肉席跟弊案 我们之前提过的隆喜给议员桑托斯当选前 就曾经被小报揪出有问题 只是没闹的而已 但近年来人口外移加上网路发达 订阅户广告收益都急剧下降 地方媒体一间一间倒 有报告指出全美去年平均每周有2.5间地方报社倒闭 目前全国3000多个线当中 一半以上只剩一间媒体 还有200多个线连一个都没有 有专家就说 美国的大型媒体越来越两极化 地方媒体衰败民众就只能去看大报 无形中就加剧了政治两极化 还有就是让Newsbreak这类APP来填补空白 Newsbreak的地方新闻 有的是跟地方媒体合作 也有直接叫AI去当地媒体的网站抓 这些仅存的媒体大多都有付费墙 所以AI直抓了到免费阅读的一两段 剩下的就继续在网路上搜 从当地的警局啦 NGO脸书找新闻稿拼成一篇 乱乱拼就可能错误连连 除了Newsbreak 美国另一个地方新闻网Hootline 也被爆用AI写新闻 这媒体创始初期 本来雇了很多地方记者写新闻 才发展成遍及全美的新闻网 每月读者有数百万 但去年开始网站上出现了大量的AI新闻 公司甚至帮AI记者设计人格跟背景 比方说叉叉叉 住在旧金山 喜欢美食及科技新闻 有专家就说 AI写的就要讲清楚 弄个假记者 会让读者误以为这篇报道可信 假新闻多了 整个媒体的可信度就下降 还会加速假讯息的传播 不过目前这方面无法可管 两个APP都只是贴个免责声明说 AI协助作业内容可能出错 或是在假记者头像旁边贴个小小的AI标志 把查核的工作就撇得一干二净 其实许多媒体都在用AI跟防AI冲击中间摸索 AI写报道的问题除了资讯错误 还有侵权的问题 Newsbreak跟Hootline都被指控越过付费墙 直接把人家辛苦写的报道片段复制贴上 有媒体联盟的执行长就说 免费拿媒体的高品质新闻改几个字 加个记者的名字放到APP上面就是剽窃 最可恶的是APP用户比传统媒体更多 广告收益源源不绝 过去三年来Newsbreak已经被地方媒体告过了好几次 有的付钱和解 有的还在打官司 不用偷的 那用媒体报道训练我家聊天机器人可以吧 有些媒体集团觉得这是笔好生意 像是媒多的跨国新闻集团 美联社跟金融时报都跟OpenAI签了协议 让ChairGPT引用他们的报道内容 但纽石去年底就把OpenAI跟微软告上了法院 说他们未经授权 就用纽石的报道训练AI 机器人乱回答还甩锅 像是有人问微软的Bean Chat 哪些食物对心脏有益 Bean就回答了15种强心食品 还说来源是纽石 但其中12种食品 纽石原文根本没提到 这不但影响纽石的可信度 读者以后想读纽石的报道 去问机器人就好了 有可能降低纽石的浏览量 影响广告跟订阅收益 刚刚提到的媒体联盟就说 这最终会导致整体新闻水准下降 媒体收入少了 就请不到好记者 劣质报道跟AI假新闻流窜网路 这些AI资料库又给机器人用 只会产出更烂更假的报道 但AI对媒体来说 不全是负面影响 专家告诉Politico 调查记者在处理大量资料来源的时候 AI是可以帮大忙的 像是之前的巴拿马文件的报道 各地记者有那么多资料要汇整 就得要靠AI读过一遍 找出有看点的故事跟整理摘要 纽石虽然告OpenAI 但编辑士也在试着运用AI协助看稿 我自己在看稿的时候也常常用CHGBT补充角度 但我会要求审稿人员用人力再回去double check 因为网路上的东西真的太难了 匪夷所思用AI做字幕就被骂错误太多 我一直希望机器人赶快学会 但怎么学得这么慢啊 但我们实在没有人力一一校正 我还在考虑是不是干脆拉掉字幕算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pepbook赶快来告诉我啊 那很多人说未来AI会取代记者 我的想法是新闻还是关于人的事 大多数的时候还是需要人与人之间博感情 才能建立互信擦出火花写出好报道 你同意吗 欢迎来聊聊你的看法 留言告诉我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官方账号 它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ght Today一估计栏目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学在北看世界 天文李津玄一则国际话题 让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明天是宗汉的小发明大革命 后天是凯莉的人物发进 我们周一见